欢迎各位老张,欢迎跑马4.0的奋斗 刚刚结束了郭氏团 我们早上做了一个预测 介绍四匹马都中了头三名 就是中了三红彩的了 可惜乔金行跑第五,跑不了全中 乔金行似乎多数跑马2本杯 是的,始终是直路短 乔金行真的看着不够他 是否会出今年的目标呢? 我想补充,我们不是说自己催自己 我们都说东宝錦标的时候 我上周一集已经说了 我东宝錦标的时候 我是没有买浪漫用事的 那次我做这集的时候 我说明我今次会买浪漫用事PACE 我没有说他不赢 但我认为PACE差不多实有 但是二十多元是否占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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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 连骑士都不知道自己赢了 对不对? 那你没得说的 因为我就不是特别好做功课 纳一纳 我就认为主队最强是三四 我一早就说了 那么巧你们和祖士都选三四 我就没有补充下去了 我认为那两个是有机会的 谁知道乐观派就不算叮咚碼头 他应该这么说是真的跑多步都输了 就是他那些跑马叫叮咚碼 他不是的 如果再跑多一步都是 应该这么说跑少半步就赢了 跑多一步到终点 现在就输了鼻子 如果再跑多一步去输 就输了短头 就是这么说 所以又不是运气 但是也都是运气 再加上都说了 抽档的嘛 现在你 昨天那个赛事看到 多数是五档和七档的 如果哪个是不幸的 对不对 弄了十一档给你 你就玩完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变成了不少运气 但是无论如何都恭喜 Danny 阿诚哥 为香港卖圈争光 对这些码是 对他们的评分比较高一点 虽然我在这场之前 我就不认同 他是一二三分那么高的 我坚持他们的码是一二一 但是也足够赢的 是吧 因为那些澳洲马 全部都是 118 119 那些 如果赢完这场之后 我都不反对他拼 一二三 他是有机会的 那用我的赤道来说 这一天浪漫用事 就是欧洲跑的话 他是二级赛赢的了 一级赛我觉得都 看你撞不撞那些奥爷 分身来说 跑一级赛都 位置都很大机会 但是真是好马 那 亦都放在明年先 那 有什么补充 我跟着再补充其他东西 昨天看满利谷的赛事 真是 如果你说那些六百 你不开始转弯法力 基本上没得跑 所以浪漫勇士 我自己的一点就是 蜜杜朗其他很好 如果这一场换任何的骑士都输了 你见到那个法力点 他难度都很准 这个场是有他那个 你一定有他的特色得来 你就会跑 因为我记得上年Coxplay 都是蜜杜朗赢的 外礼物也是 都是用类似的跑法赢的 如果你换任何其他骑士 就算你说这场换潘顿上去跑 都会输了 肯定他输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 他认识地头上去跑 是很重要的 其中蜜杜朗 阿成就肯找蜜杜朗 跑了这一场 或者这一场 是值得他赢的 我觉得是 是的 因为呢 都说了 他秋七档 最适合居中二立 你想着 你排一档好处吗 在这个场上 一般来说 欧洲就是 在澳洲也是 但是这个场上不是 这个场上 你当分钟没有位置上去 你上去的时候 你发力 你发力不了 你一定要顺势拼出去 你马匹都没放在马头 已经要发力了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在内栏 你不能推骑的 前面整阵马 推骑的 怎么推骑呢 所以这个马场的特色 就是这样说 我们赛前说 就是现在浪漫勇士 等于是澳洲马王的了 哈哈哈哈 因为 因为Cox Break 他差不多是唯一的 一级平榜赛嘛 你赢了 赫菲尔德杯 赢了麦尼本杯 是没有意义的 在外赛马人来说 你让榜的嘛 是 这个也是 我们很多 喜欢赛马的人 在马圈的人 认为澳洲赛马的旧病 没办法的 你传统下来 那么多一级赛 是跑阳榜呢 你赢了 没有办法 你证明你是 实至名归的头 的头马 最好的嘛 因为你 因为你是阳榜嘛 是吧 你受阳榜赢了 我如果是平榜 他会输给你的 那全世界赛马 近一百多二百年 都是以平榜 是最高的 就是最客观的尺度 去到最高水平 你二级赛 都还可以勉强说 喂 你赢过一级赛 Terms 你就要让我榜 那么 三级赛 你赢过二级赛 你要背多两磅 那么 我们的指定让榜 Terms 都还可以 但是呢 你去到一级赛 最高榮 全世界都坚持 是要参加跑平榜的 但是唯独是澳洲 是基于他们的传统 它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Coxplay 刚好就是 他们平榜了 那些角色盾 也不是太好的 因为你看到 它不是一个盾 而是一只碟 英文的Plate 根本就是碟 是吧 不要紧 另外我有点懷疑 Plate 不是其他碟那么简单 Plate 这个名词 在香港 至少在香港 是指平榜赛的意思 你看回那些 香港马会资料 那些新马赛 平榜赛 就叫Plate 是 可能是 究竟是 与带相关的问题 不过不要紧 不要紧 爭辯一些 但是总之 赢了 诺曼勇士成为 澳洲马王 那就是 比较搞笑一点 你飞到 因为爱尔兰马 是在香港训练的 爱尔兰马 飞到澳洲 赢了他们 那就是 再证明 又不可以一仗两仗定功名 我经常说澳洲的马 当然不是绝对 但是我这么说 澳洲的马 八九成 跑到一里就停了 因为他说 是没有一里以上的强力 少数那些 有强力的 质素平均很低 应该这么说 结论了 可以证明 你稍后 看到这个 墨尔本杯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那24只 可能只有三两只澳洲马 为什么 二三四名 都是主队 而是澳洲马 我个人觉得很简单 因为这个 Moonie Valley 那个场子 根本不是考验 不是考验 常常转弯 是吧 不断地转弯 怎么叫做考验 常转弯 大家在弯位都不发力 那你试一下 将这个20400米 摆去 摆去这个 伸诗长直路赛 你少点起都不行 是吧 所以这样是不同的 结论就是 始终都赢了 大家都开心 大家 整个香港马圈 都很振奋 我再说一句说话 20年前 这件事 如果发生在本世纪初的时候 澳洲马圈 就会非常非常不开心 因为呢 哇 你的外耳南马都下来 赢了澳洲马 那我怎么卖马给你香港呢 哈哈 对他来说 如果发现了20年前 澳洲马圈 就会非常不开心 但是现在他就不会不开心 为什么呢 我自己现在那些 我自己都卖了 这一年拿了100多枝 那些 你一年夫妨为 那些二级到三级表裔赛 赛 最高的bangbene 那些少量的大馬主、大連馬師已經接受了這個東西 他不說出來,但用行動證明了我們這些馬是不行的 我們都說了,跑日本秋季天王上 十一隻馬都是日本出生配種的馬 但是你看看澳洲的大賽,短途不計 因為它是如前而上 超過一本都不是自己的奧紐馬來的 紐西人我計算了,就是奧紐一家 這樣沒有的,所以這樣下去贏了是開心,很光榮 但是也不要太飄飄然 你只是贏了澳洲的奧紐馬而已,對不對? 如果你的浪漫武士能夠在日本的二千米贏到一級賽 你只是要卡圍爛爛爛爛爛的啦 不同的,難度完全不同的 就是日本的二級賽 一級的二千米的一級賽 水準是高過澳洲很多很多 我再堅持一段,所以那個時候曾經都講過 冬馬勇士會不會走去跑秋的天王上的那一場二千呢? 不过一看到春秋分在这里都立刻转态 不如去澳洲跑,跑Clock Space那类的 那些不是那些马来的 是啊,不是那类的,当然不是那类的 那些是什么,先见 先见怎么可以跟乐观派相比呢? 就是这么说的,是吧? 乐观派那些,虽然评分只差一两分 但其实先见的2000米的实力高 比乐观派很多的 对,这个同意 如果是浪漫勇士唯一百尺 不同的,但是我们终于赢就是赢 赢就是美满,就是甜蜜 都恭喜马主,骑链 那些恭喜的话,全部人都讲得太多 我们都讲不讲都没什么所谓 都要恭喜香港马会,香港马会很开心 有时间讲,国际派败会马 有时间讲,这个ISG都 我们已经扬威澳洲国士团 有时间讲了 国际白马会 这个第三方最开心的就是香港马会 因为不用那么多宣传 只拿你浪漫勇士出来 已经搞定了 做样板,搞定了 可以说的 同意 那看下,如果这样应该能不能接国际赛呢 浪漫勇士 张生你觉得 现在十月底 真是两体 是吧,他跑了两场 我猜他真是 就算过得到 不知道是不是好事 老实说 还要飞回来,还要检疫 那些粗 差不多完全停了粗链 我也觉得 不知道,看看诚哥 怎么搞 他今年这么旺 看看他怎么搞 一家赛事的时候 我们这个节目是 之前录的 说给大家听 我在香港拍马跑马跑了 四、二十年 我都没见过 有这样的成绩表 拍赢13场win 两个第二,一个第三 结论就是 联马斯很聪明 很准 很准 当然呢 那13场 潘顿和他赢了很多 赢了一半 另一个底点就是很准 加上有运 比如你说运气普通一些 你可能变成11win 4压 但是如果好运 就出现13win 2压 这个就是运气 不是说不行 他功力是 我再说 总之一个运马斯 一度去到60岁 就很厉害了 就是你 最终年轻 很聪明 你到60岁 60岁 60岁 更加聪明 我觉得运马斯的黄金年龄 不是因为我老爸曾经运马斯 我老爸运马斯 四十多岁 已经推出马圈了 四十十岁 但是我的体验 我现在练马斯 就不是一个运动员 运动员当然不行了 70岁 但是用经验练马 我觉得最好的年纪 如果你能够身体好 是60多到75 是练马斯最好的年龄 是经验 技术 是最好的 我们看到姚本辉 甚至成 呂建威 都是在A初子上 其实不是巧合的 全世界念码的准则 都是这样的 是越来越好的 如果你四十十岁 已经可以 六七十岁 会更上一层楼的 唯独一个相反 欺识而已 我自己有 我可以私下 如果任何人跟我聊天 的话 我私下会解释的理由给你听 不公开他们不说 好的 好了 那我们这一集谈到这么多 欢迎各位朋友 欢迎订阅这个面秘频道 和分享这个面秘频道出去 欢迎给我们 多点赞给我们 就作为鼓励 那另外 也都欢迎成为 宿法会员的方法 可以看youtube文字版 里面有一个link 我击入来 就会成为 宿法会员的方法 我这里聊到这么多